第1659章这么容易 魂雀摇头 他同样没看懂那到底是什么手段 但不愧是能触动祖地意志的人 确实有些神意 祖地意志传下好好照顾的指示 魂雀思来想去 也只有开启莲池让他从中获得好处这样的照顾之法了 否则直接送他什么宝物的话 只怕要让人家生疑 虽说这个人族炼化池水的效率高得恐怖 但莲池的底蕴也非同反响 三日时间 就算有所损失 影响也不大 露夜这边悠闲地逛着 不多时 前面便有一样的色彩映入视野中 迅速接近过去 一眼就看到一朵小巧的莲花静静地悬浮在不远处 莲花成双彩 分别为紫和白 这是一朵两彩神莲 莲池中的神莲也是分档次的 距离商说 从单彩到五彩都有 色彩越多的神莲数量就越是稀少 每一次莲池开启 五彩神莲都只有两三朵而已 最多的是那种单彩和两彩的 可哪怕是单彩和双彩 魂族想要炼化也不容易 所以每次进入莲池的魂族 基本只有一成的族人能有收获 更多的人只是因为莲池的原因提升了点实力 并没有得到神莲 陆叶觉得自己既然机缘巧合遇到了莲池开启 又被允许进入其中 若能炼化神莲 自然是要有点追求 不求那稀少的五彩神莲 四彩总要期望一下 再不计 三彩也行 区区两彩神莲 自然没被他放在眼中 不过终究是第一次遇到神莲 陆叶便尝试着以心神勾连了一下 看看能否炼化 若是不能炼化就罢了 若是能炼化 那就说明他确实有资格在这里得到一朵神莲 神念涌动 无影无形地朝前铺展 很快将那境境地悬浮在池水中的神莲包裹 紧接着 陆叶便感觉自己的神念毫无阻碍地 沁入了神莲之中 这让他不由一争 怎么情况跟黎商说的有些不一样 不是说炼化神莲很困难吗 不是说一百个魂族进入这里 只有十个能有收获吗 按道理来说 炼化神莲应该没这么容易才对 可事实上 他这边都还没发力呢 居然就已经有炼化的征兆了 陆叶此刻明显能感觉到 如果自己继续以神念 沁入这夺两采神莲的话 很轻松就能将之炼化成功 继而收入神海内 这就有些尴尬了 他知识稍作尝试罢了 而且两采神莲并非他的目标 若是这神莲是四采五采的 那陆叶绝对笑纳 就算是三采 他也得考虑一下 毕竟说不定错过这村就没这店了 可这终究知识两采 品质太低了点 稍作犹豫 陆叶决定放弃这朵神莲 再去找找更好的 神念一收 然而让陆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随着他神念收回来的 居然还有一道两采的流光 那流光赫然便是神莲所化 直直地朝他这边撞了过来 就好像是被自身神念裹挟回来一样 哪怕陆叶反应再快 也没能快过神念的收回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两采的流光已经消失不见 他愣在原地好大一会没反应过来 这 莲池上方 魂区和一群魂族长老也看呆了 历代以来 还没有谁这么快就能在莲池中有收获的 毕竟炼化神莲不是容易的事 是需要消耗时间和魂力的 可刚才他们看到了石磨 陆叶看到了一朵两采神莲 陆叶看了那两采神莲一眼 然后 两采神莲就被炼化了 魂缺皱起眉头 自己都已经提醒这小子要仔细选择了 他倒好 居然选了个两采的 莲池中眼下虽然还没有五采神莲出现 可四采的终究是有的 再不计选个三采的也行 选个两采的坐实吗 祖帝意志让自己照顾这小子 他不惜提前开启了莲池 然后就这结果 也不知道祖帝意志能不能满意 魂缺意识头大 已经在考虑要不要等陆叶走的时候 送他一件宝物算了 可宝物终究知识外力 哪有神莲神庙 神莲 那是能提升修饰底蕴的 独属于魂族的宝物 很厉害啊 有长老赞许 别看单采两采 这炼化速度说是 古往今来第一人都不为过 只可惜这个人族没有慎重选择 莲池中 陆叶脸色漆黑 他知识是一下而已 根本没想要炼化那两采神莲 事情怎么就变成这样子了 炼化神莲真的就这么容易 若如此 那离伤之前也不可能告诉自己那些事了 陆叶思来想去 觉得这跟自己的选择恐怕有关 品质越低的神莲 炼化起来肯定越简单的 他方才若是选一个三采四采的 肯定就没这么轻松了 可这是他遇到的第一朵神莲 哪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事已至此 懊恼也无用了 陆叶知能沉浸新神 查探起自身神海 弯桥之下 果然发现神海内多出来一朵两采神莲 就跟刚才看到的一模一样 而且陆叶还感觉到一些异样的地方 静心体验了一阵 陆叶发现这两采神莲在自己的神海中 居然在缓慢汲取着自己的魂力 但与此同时 又有魂力从他的花朵中一散出来 充盈进神海内 整个神莲就像是一触中转 自身的魂力从中流转一次 便茁壮一丝 果然跟黎商说的一样 神莲这东西神意无双 拥有蕴养神魂之效 换句话说 有此神莲在神海中 哪怕陆叶什么都不做 自身神魂也会随着神莲发挥作用 缓慢茁壮成长 这是一种奇特而温和的温养 对修士来说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短时间内可能瞧不出石磨端倪 可时间一长 自身的神魂绝对要比同境界的修士强大很多 任谁都能明白神魂强大的好处 这种能缓慢滋养神魂的宝物放眼整个星空也是不可多得的宝物 可欲是体会到神莲的珍贵 陆叶就越是心痛 这才知是两采的 若是三采的 四采的 五采的呢 他这么容易就炼化了一朵两采的 说不定也能炼化更高品质的 早知如此 说什么也要找一朵品质更高的尝试一下 可世上终究没有后悔药 陆叶不可能事先知道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事已至此 只能认命 退一步想 这终究是白得的宝物 有就不错了 哪能奢求太多 强行自我安慰了一下 陆叶这才稍稍释然 连时开启三日 这才当开始 对于陆叶来说就结束了 当然 他没准备这么快离开 天赋树在这里吞噬池水 对他神魂的强大可是有很大好处的 这一池池水 就等于是极品炼神单融化之后之物 自然不能放过 没再去寻找神莲了 当下安心在这里炼化起池水 忽然间 一点一色自不远处生出 陆叶扭头望去时 只见那边两点光芒缠绕着 一朵神莲徐徐生出 又一朵两采神莲 只不过跟他刚才炼化的神莲不太一样 这是一朵黑白两色的 陆叶瞧了一眼 下意识地催动神念朝那边铺展过去 下一瞬 陆叶愣了一下 因为他感觉自己的神念又毫无阻碍地 侵入了神莲之中 跟刚才发生的情况一模一样 他心头一跳 暗想着不太可能吧 神念收了回来 紧接着 让他难以理解的一幕发生了 随着神念收回的 还有一道两采流光 陆叶不经正著 他发誓 对着第二朵两采神莲 他绝对没有非分之想 只是单纯地想看看 他跟自己刚才收取了那一朵有什么区别 毕竟颜色上看起来不太一样 而且黎商跟他说了 魂族一生之中只能收取一朵神莲 绝无可能收取第二朵 可这就是这么古怪地发生了 着实离谱 惊奇之后 陆叶连忙查探起自己的神海 心神沉静 魂体显露 凝视之下 陆叶不由恶然 第二朵两采神莲呢 那么大的神莲呢 他方才明明将之恋话收回了神海中 可这里哪有什么第二朵两采神莲 神海之内 只有一朵两采神莲 不过很快 陆叶就意识到不对 神海里的这朵两采神莲比起方才 似乎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他原本只是紫白两色 可如今仔细观瞧的话 似乎多了一些别的颜色 只不过那颜色很淡很淡 不认真看的话 根本无法察觉 而且这朵两采神联温养神魂的功效 好像也变强了一点点 陆叶不免想到一种可能性 心思活跃了起来 莲池上空 虚元长老使劲揉了揉眼睛 其他的日照魂族们也都瞪大了双眸 他们方才看到了石磨 那的叫鹿一叶的人族 居然又炼化了一朵神莲 他不是才炼化过一朵吗 怎么可能炼化第二朵 族长 虚元长老忍不住看向魂缺 魂缺的表情倒没有太多震惊 但某中同样充斥着难以理解的神色 按道理来说 只能炼化一朵神莲是常事 魂族这边古往今来 从没有哪个族人能炼化第二朵神莲的 魂族如此 人族应该也如此 这跟种族无关 思来想去 魂缺之想到一种可能性 陈宁开口 祖地的意志 第1660章太偏心了 自古以来 魂族祖地除了圣兽 在无血肉之区可以进入 这并非祖地本身的神庙 而是祖地意志的原因 祖地的意志不允许血肉之区进入 那么血肉之区就进不来 祖地意志允许陆叶进入 那么陆叶就可以进来 一样的道理 若是祖地意志允许的话 陆叶自然可以炼化第二朵神莲 因为那一朵朵神莲 本身就是祖地意志的化身 魂缺望着连池中陆叶所在的方向 实在看不出这个人族 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竟能让祖地意志如此对待 但他能进祖地 能炼化第二朵神莲 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魂缺绕有心至地观瞧着 隐隐觉得 炼化两朵神莲并非结束 可能只是个开始 连池中 陆叶确定了一件事 他虽然炼化了两朵神莲 但实际上神海中依然只有一朵 只不过那一朵神莲似乎发生了一些奇妙的变化 如此说来 炼化更多的神莲 是不是可以让神海中的两彩神莲发生更大的变化 或许 能够变成三彩 原本炼化了一朵神莲 陆叶已经没有太多想法了 只想在这里带上三日 炼化一些池水 壮大自身的神魂 可如今有了这样的发现 他的心情立刻振奋起来 当即身形略动 朝一个方向掠去 不多时 前方就有一点光芒映入视野 凑近一看 赫然是一朵丹采神莲 陆叶也不嫌弃 立刻催动神念铺展过去 亦如方才 神念果然很顺利地侵入神莲之中 待收回之时 那神莲也一并被收紧神海 仔细观察 神海中依然还是一朵两采神莲 不过比起方才 又有了一点点变化 果然 跟自己想的一样 自己神海中的这朵神莲 可以与其他的神莲融合 往更高品质演变 请刻间 因为之恋化了一朵两采神莲 而懊恼的心情烟消云散 既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让神莲演变 那就没什么好懊恼的了 只要他恋化的神莲足够多 那么最终能得到的神莲品质 肯定不值两采 他心智勃勃地继续寻觅着 莲池中的神莲数量不少 而且还在不断地孕育之中 基本上每个一会 陆叶就能找到一朵新的神莲 不过正如离商之前所说 莲池中的神莲大多品质都不高 所以他遇到的基本都是单采和两采的 前后半个时辰的时间 陆叶这边已经炼化了差不多十朵神莲的样子 待到第十朵神莲被炼化的同时 他分明感觉自己神海中生出了一些奇妙的变化 莲芒沉浸新神观桥 知见神海内的两采神莲此刻赫然绽放出了三采光芒 除了之前的紫白之外 还多了一抹黑色 真的变成三采神莲了 对比而言 三采神莲对于温养神魂的功效 比其两采明显强大了不少 自生魂力经由三采神莲的温养后 所得到的反馈也更加清晰茁壮 这还知是三采 若是四采五采呢 陆叶心头一片火热 万没想到自己知是送离商回祖地 居然就遇到了这样一桩机缘 此等好处 除了在魂祖祖地这边 放眼星空 怕是再也不可能遇到了 一个时辰时间 两采变成了三采 莲池开启之有三天 想将自己的神连眼变成五采 任重而道远 陆叶抓紧行动起来 所过之处 一朵朵丹采两采神莲不断被炼化 只把莲池上空关桥的魂缺 和诸位魂族日照长老们看得目瞪口呆 他们活了这么多年 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古怪的事 哪怕魂缺说了 这是祖地的意志 他们一时也难以接受 祖地那可是魂族的祖地 可即便是资质最出色的魂族进入莲池 也只能炼化一朵神莲而已 就如他们这些人 能修行至日照 哪一个不是天资妖孽之辈 都曾经进入过莲池 每个人的神海中都有一朵五采神莲 可即便是他们 当年进入莲池时 也炼化不了第二朵神莲 一个人族居然可以 祖地的意志 未免太偏心了 当然 这些想法只敢在脑子里面转转 那是万万不敢说出口的 虚言如今有些笃定 这个叫陆一夜的人族 要么是那位大能转世重生 要么就跟那位大能有什么关系 否则不可能得到魂族祖地这样的优呆 前者的可能性很低 那么很大可能就是后一种了 诸多日照的官桥间 陆夜又陆陆续续练化了不少神莲 不过对于三彩神莲来说 单彩和两彩能带来的提升 已经没有之前那么明显了 陆夜意识到 自己想要尽快让三彩神莲演变 就得去寻找更高品质的神莲 最好是能找到五彩的 一步到位 可惜五彩神莲放眼 整个莲池笼共也就两三朵而已 莲池本身又庞大无匹 想在这里找到五彩的 着实困难 五彩的没找到 不过他终于找到一朵三彩的 循着三色的光芒来到一朵三彩神莲前 却见一个魂族修士正在尝试炼化 那魂族眼见陆夜到来 明显紧张了一下子 因为莲池之争是可以互相攻击的 并非能够和平相处的地方 毕竟五彩神莲就那么几朵 若是同时被很多魂族发现 那自然是谁拳头大谁有资格炼化 再者 炼化神莲本身就是需要消耗一些时间的 这更加增添了争斗的可能性 进入莲池的魂族 都是星宿镜 那魂族身上的魂力波动明显有星宿后期的程度 眼见陆夜到来 一边警惕 一边继续炼化眼前的神莲 陆夜就站在不远处 静静观桥等待着 他终究是个客人 主人家愿意让他参与莲池之争以示好意 而且他已经有了收获 若这三彩神莲是无主之物 他自然随便炼化 如今既然有魂珠盯上 倒是不好出手抢夺了 等着看看 万一人家炼化不了呢 据说魂族炼化神莲 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也不知是因为陆夜到来的压力 还是这魂族本身机缘未至 过了好大一会 他也没能炼化那三彩神莲 一时恼火 忍不住瞪了陆夜一眼 你看时吗 陆夜对着他笑了笑 并未言语 他已经表现出足够的善意 对方若是蛮不讲理的话 那大家就只能做过一场了 好在那魂族并非不讲理的 更没有要跟陆夜做一场的念头 确定自己炼化不了这朵三彩神莲 便开口道 想是你就是 反正你也未必能够炼化 陆夜一听便卖不上钱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哼 那魂族往旁边闪开一点距离 然后看到陆夜站定在那三彩神莲面前 看了那神莲一眼 他隐约感觉到陆夜身上有神念涌动的痕迹 下一瞬 三彩神莲化作流光消失不见 陆夜冲那魂族微微汗手 多谢 迈不离开 留下魂族一脸痴呆地望着他的身影 渐行渐远 刚才发生了石磨 他费了那么大力气都无法炼化的三彩神莲 居然被人家随随便便就炼化走了 前前后后 也就一两席的功夫而已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可恶啊 为什么别人的机缘如此轻松就能得到 自己却这么艰难 很快又定下心神 三彩算石吗 能炼化四彩五彩才是真正的机缘 他方才知识小事牛刀罢了 炼化不了三彩 不代表他炼化不了四彩五彩 说不定有更好的机缘等着他 强行自我宽慰了一波 这魂族才气修修地离开 陆叶此刻正在查探神海中的神莲 果然 炼化了一朵三彩之后 神海中原本的三彩神莲变化大了不少 明显有朝四彩演变的趋势 陆叶感觉 照这个效率下去 只要再炼化三四朵三彩的 应该就能让他演变了 这莲池中 四彩五彩的神莲不好找 三彩的还是有不少的 目标五彩神莲 陆叶有信心在三日之内达成 至此之时 观望连池之争的魂族日照们已经麻木了 一个个心中都浮现出大大的偏心二字 因为他们发现一件事 那就是连池中心孕育出来的神莲 基本都围绕在纳路一夜身边 很多都是出现在他的必经之路上 这也就代表着 他能不断地遇到新孕育出来的神莲 然后收为己用 若说这没有阻地 一直在暗中出力 把死他们也不幸 算下次莲池开启到现在 不过两个时辰 这小子炼化的神莲数量 已经超过一百了 他还不满足的样子 明显在四下寻觅 可是炼化这么多神莲做实木用呢 按道理来说 一个人 就算一朵神莲不够用 三五朵总该够用了的 一百多朵 他总不能想着带出去送人吧 那就有些过分了 偏心 太偏心了啊 一个日照长老实在没忍住 轻声嘀咕了起来 因为他赫然发现 陆叶此行的前方 居然有一朵四彩神莲 正在迅速孕育出来 之前还好 在陆叶附近孕育出来的神莲 都只是单彩双彩的 连三彩的都没有 这下居然直接来了各四彩 给他个五彩算了 第1661章五彩 不是终点 慎言 魂缺淡淡开口 魂族自古至今能有 这样安逸的生存空间 全是祖地意志的功劳 神莲又是祖地意志的化身 他自然是想给谁救谁 还轮不到别人来智慧石磨 可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看着连池中的动静 就连魂缺也不免觉得祖地 一直偏心了一些 环从没有哪个魂族 有这样的待遇 连池中 陆叶眼见前方四彩流淌 哪还不知自己撞了大运 这还是他头一次 见到三彩之上的神莲 凑到近前 果然是一朵四彩神莲 他当即神念一扑一收 那四彩神莲就消失不见了 这边才当把四彩神莲练化 就感受到一道气息从附近略智 很快到了近前 陆叶定眼一看 巧了 正是之前遇到的那个魂族修士 对方见识陆叶 忍不住一争 显然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 他对陆叶自然没有什么好感 本想不做理会 可还是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 开口问道 这边是不是有四彩神莲孕育 没有啊 陆叶坦然摇头 那魂族狐一地看了他一眼 没有吗 自己方才好像是看到四彩的光芒了 可为什么一下子又消失不见了 若说被眼前这人恋化 那明显不可能 对方才在他眼皮子底下恋化过一朵三彩的 怎么可能还会恋化四彩的 如此来看 怕是真的自己眼花了 没兴趣与陆叶多做交流 这魂族很快离去 陆叶已经心智勃勃地查探起自己的神海 发现原本的三彩神莲已经变成了四彩 而且还是那种正在招五彩演变趋势的状态 这无疑说明自己最初的猜想是对的 只要继续练化下去 最终必然能得到一朵五彩神莲 此刻神海中四彩神莲对于神魂的温养 比起最初的两彩无疑要强大很多 这让陆叶不禁有些期待起五彩神莲的功效了 继续前行 他觉得自己的运气不错 因为不断地能找到单彩和双彩神莲练化 隐隐觉得这可能跟此两种神莲的数量很多有关 而且魂族们进来之后 肯定会优先寻觅品质更高的神莲 若是练化不了高品质的 才会退而求其次练化低品质的 眼下连时开启才两三个时辰 魂族们大概都盯着三彩之上的神莲呢 这些单彩和双彩的 自然无人理会 他不嫌弃 来者不拒 偶尔能遇到正在争斗的魂族 为了一朵三彩或者四彩神莲 陆叶并没有参与抢夺 因为按照这样的效率 哪怕他之练化那些单彩和双彩的 也用不了三日就能得到一朵五彩神莲 自然没必要去跟别的魂族 争抢三彩四彩的 若是自己遇到了 随意练化无法 身为一个客人 抢夺主人家的机缘 终究不太好 运气不错的情况下 沈海中四彩神莲的演变很顺利 又两个时辰后 等陆叶最后再练化了一朵 遇到的三彩神莲之后 他立刻察觉到 沈海中的神莲有了明显的变化 静心观瞧之下 沈海内的神莲果然化作了五彩 默默感知 五彩神莲的功效比起四彩又强大几分 魂力经由神莲的中转温养 能得到很明显的成长反馈 大功告成 不过话说回来 自己这经历多少有些奇特 按黎商所说 魂族这边只能练化一朵神莲 根本不可能练化第二朵 可自己这边练化了多少 而且随着练化 神莲在自己的神海中 还能不断演变成长 这明显不正常 魂族肯定做不到这样的事 否则黎商不会不告诉自己 那么到底是为什麽呢 是自己练化的第一朵 两彩神莲有什麽奇特之处 还是因为别的原因 他又想起 魂族祖地这边自古至今 除了圣兽之外 可在没有血肉之躯能够进入 自己能够进来 大概率是因为天赋术的原因 因为当时被纳朵奇特的练化包裹的时候 陆叶明显察觉到天赋术与之生出了一些共鸣 那么自己能够不断练化神莲 让之演变 难道也是因为天赋术 可他一直没有察觉到在这个过程中天赋术有什麽反应 换句话说 神莲演变的过程中 天赋术是没有发挥作用的 这事就很奇怪 一时想不明白 更不好贸然打探什麽 如今五彩神莲到手 陆叶便准备安心在这里练化池水了 不过就在他准备这么做的时候 旁边又有一朵三彩绽放 显然是一朵新孕育出来的三彩神莲 莲池上方 眼见忙忙碌碌的陆叶终于停歇下来 浑足的日照们都松了口气 这才不到一天时间啊 被这小子练化的神莲到底有多少朵 他们都没法计算了 几百多少说是有的 那些单彩和双彩的也就罢了 魂族本身都有些看不上 可三彩和四彩的 他也练化了一些 着实让人痛心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族 有安稳下来的念头 可这对其他魂族来说 终究是好事 长老们还真怕这人族继续去练化 别到时候连池中的神莲 都被他练化走了 其他人颗粒无收 那可就造孽了 当然不可能颗粒无收 如今已经有魂族练化了属于自己的神莲 只不过数量不多罢了 更多的魂族还在等待观望 想寻找更高品质的神莲 不管怎样 这人族小子能够安稳下来是最好 可别到处乱跑了 然而长老们这个念头才当升起 就见有安稳迹象的陆叶 居然又练化了一朵在他附近出现的三彩神莲 见状 长老们忍不住叹息一声 觉得这一次连池开启 本族修士能得到的好处怕是不多了 连池中 陆叶的表情古怪至极 因为他发现哪怕自己的神莲变成了五彩 居然还可以继续练化 而且练化了之后 五彩神莲也有了一些变化 这让他很快意识到了一件事 五彩神莲不是终点 之所以觉得五彩是最高品质的 完全是先入为主的念头 因为黎商说连池中孕育出来的神莲最高品质就是五彩 如今来看 黎商说的应该没错 可他的认知错了 五彩神莲依然可以继续演变 如果继练化下去 会不会能演变成六彩 七彩乃至更高品质的 这么一想 陆叶觉得好亏啊 之前他遇到了一些三彩四彩的神莲 因为有魂族在争夺 他便没有参与了 因为他确定三日内自己可以得到一朵五彩神莲 早知道五彩不是终点的话 那些三彩四彩的也不能放过啊 这个时候他哪还有一点刻人的觉悟 机缘难得 错过可就太可惜了 原本以为三日时间绰绰有余 可现在看来 时间紧张 他立刻转身 顺着来路的方向寻去 因为那边就有一朵四彩神莲 有三个魂族在那边争锋抢搏 那四彩神莲 幸陆了 很快陆叶就赶到了那四彩神莲所在的位置 定眼望去 四色光芒绽放 周边魂力不动不止 显然是争锋还没结束 而且正在争锋不是三个魂族 只剩下两个了 因是有一个魂族自知不敌 主动退去 此时此刻 正在争锋的两个魂族都有新秀后期的修为 不过魂族的争锋 与一般修饰的争锋不太一样 因为他们的身躯并非血肉之躯 所以争斗的手段之以神魂秘术为主 种种神魂秘术施展出来 声势轰隆 魂力不断碰撞跌宕 倒也颇为不凡 这样的争锋中 魂力弱小的一方很容易会落在下风 而且因为身处连池中 四周都是那精纯魂力所化的池水 能让魂族轻松得到补充 所以一旦彼此双方实力相差不大 争锋起来想分个胜负是很困难的 这也是直到此刻 这两个魂族没有绝出神连归属的原因 两人都知道夜长梦多的道理 毕竟四彩神连光芒绽放 他们这边又争斗不休 很可能会引起别的族人的觊规 到时候情况会更复杂 两个魂族争锋间已经在商讨 达成了一桩协议 那就是彼此联手 若是有一方能够成功练化这神连 那么接下来就要护持另外一方 去寻觅抢夺另一朵四彩乃至五彩神连 协议虽然达成 可到底谁先尝试练化又谈不拢 就在这个时候 陆叶杀了过来 两个魂族见得此景 彼此对视一眼 竟不约而同地设弃了对方 其其魂力涌动 朝陆叶攻来 显然是打算先把陆叶驱赶走 魂族的秘书施展出来的外显很像是术法 但术法的力量来源是灵力 而魂族秘书的来源则是魂力 所以外显固然相似 其实本质是不一样的 魂族本身专修神魂之力 两个星秀后期魂族的联手攻势 等闲星秀不可能挡得住 陆叶却是不管不问 直直地朝那四彩神连锁在的方向撞去 同时神念涌动 在自己身前勾勒出一道道复杂纹路 转瞬间 一道椭圆形 纯粹由魂力凝聚而成 其上凡傲纹路遍布的屏障出现在面前 圣手 经由天赋术推演出来的圣手 由灵力催动起来 那就是灵纹 由魂力催动起来 那就是神纹 不单单是圣手 其他经过推演的灵纹 陆叶都做过尝试 大多都可以由魂力催动 换句话说 这些经过推演的灵纹 既是灵纹 又是神纹 只不过一直以来 陆叶都没有施展这些神纹的机会 第1662章 亲儿子与私生子 圣守护池之下 陆叶根本没理会那两个魂族的秘书 直直地就撞了过去 两个魂族也是一争 因为他们从未见过这样古怪的魂术 不过虽然古怪 可他们依然看出那是防护型的魂术 他们两个合力 同境界前提下 对方不可能挡得住 必然要被阻拦 说不定还会受点伤 然而当他们的魂术轰击在圣守屏障上的时候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那屏障竟只是微微晃动了一下 根本毫发无伤 紧接着陆叶整个人便从他们中间穿行而过 单纯对比神魂的话 同境界前提下 陆叶比不过魂族 毕竟魂族本身就是魂体 以魂体的修行为主 这是任何种族的修饰都无法契集的 不过陆叶因为修行的原因 壮大神魂的宝物可是用过不少的 早年间的洗魂水 最近几年开始的炼神草 这无意不是能滋补壮大神魂之物 尤其是炼神草 对神魂的壮大效果极为出众 陆叶在聊的内部空间里炼时 神魂屡屡受创 无不是借助炼神草来恢复自身 在这种受创恢复的循环中 神魂自然就能变得更强大 可以说陆叶如今的神魂强度 对比魂族或许不如 却不是其他任何种族能够媲美的 而且神魂上的交锋 不单单只看神魂的强弱 更看秘书的使用 魂族秘书固然精妙 经由天赋术推演出来的圣手又岂能差了 此刻经由陆叶魂力凝联勾勒而出 至一级的前提下 同境界魂族根本休想攻破 两个魂族都正在当场 目光精烈 暗暗怀疑陆叶怕不是动用了什么防护性的魂宝 否则那屏障怎会如此坚韧 休想 眼见陆叶在迅速朝那四彩神连接近过去 两个魂族终于反应过来 怒吼之时赶紧追了出去 可他们这边才当有动作 陆叶就已经与那四彩神连擦肩而过 与此同时 四彩的光芒消失不见 正带追击的魂族不由盾在原地 恶然地望着陆叶的身影迅速离去 好半少没反应过来 四彩神连呢 他们为之争斗了半少的四彩神连哪去了 千万别说是被方才那人给恋化了 他们根本没有看到对方有恋化的举动 要知道四彩神连恋化起来可不是一时半会的事 就算再怎么快也得一柱香功夫 可眼下这是什么情况 那人知识从四彩神连旁边掠过 神连居然就不见了 连池上空 虚言长老脑壳疼 他不知道陆叶这边到底是怎么了 心态似乎有了一些变化 因为之前他遇到魂族争锋的地方 都会尽量避开 却不知为何这次主动插手进去 还抢了那四彩神连 这人族小子恋化神连的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照这样的速度 魂族这边的族人根本没有任何竞争力可言啊 这一次连池开启 本族的族人怕是真的捞不到太多好处了 直此之时 陆叶正在关桥神海中的五彩神连 又炼化了一朵四彩的之后 这朵五彩神连的变化更大了 陆叶完全可以确定 五彩神连果然不是终点 他还有朝六彩演变的潜力 这让他心头振奋不已 五彩神连温养神魂的功效就很强大了 更高品质的又是什么样子 他原本觉得三日时间绰绰有余 如今来看 可能不太够用啊 毕竟神连的品质越高 演变过程中需要炼化的神连就越多 而且是成几何式增长的变多 怎么办呢 略意沉吟 陆叶想到一个主意 不过道德能不能成 还有待验证 若是能成的话 那事情就好办了 得先找一个验证的目标 陆叶四下寻觅起来 很快就找到一朵无人问津的丹采神连 站在这丹采神连前 陆叶眉急着炼化他 心念一动 屈指一弹间 一滴宝血飞出 那宝血立刻绽放烟红光芒 待光芒消散时 宝血分身显露 紧接着宝血分身中神念涌动 迅速将那丹采神连炼化 待宝血分身将神连炼化了之后 陆叶又将宝血分身给收了回来 同时仔细关注神海中五彩神连的变化 慕名帝有一股力量注入了五彩神连中 让它发生了一点几乎不可察觉的变化 果然能行 宝血分身跟天赋数分身类似 可以说基本继承了陆叶本尊的所有特征 当然 因为分身中蕴藏的力量有限 所以不太适合长时间的争斗 而且宝血分身相对天赋数分身而言 与本尊之间的极限距离又远远不如 不过这连池虽大 可还没大到让宝血分身与本尊失去联系的程度 所以陆叶完全可以放任宝血分身在这连池中自由活动 自己一个人 三日时间不够用 那就多来几个 如今它体内有三滴宝血 换言之 可以分出三道宝血分身 若是愿意的话 还可以分出一道天赋数分身 当然 这里毕竟是魂族的地方 陆叶不清楚魂族那些日照强者有没有在关注 宝血分身也就罢了 天赋数分身不好曝露出去 毕竟您练天赋数分身的过程跟宝血分身不一样 那是需要先分离出一部分天赋数的 三个宝血分身加本尊 四个自己 够用了吧 三 三具宝血分身前 陆叶大手一挥 当即与分身化作四道流光 分朝四个方向略去 这魂族的日照长老都惊呆了 本来陆叶这边炼化神帘的效率就惊人至极 这短短大半日时间已经不知道被他炼化了多少朵神帘 可既然是祖地意志传下只是要好好照顾他 日照长老们也就放任了 但现在是什么情况 这人足小子是十岁之位 欲罢不能了 一个人炼化得不过瘾 居然弄出来三个分身 而且这三个分身 哪怕是以日照强者们的眼光来看 竟也玄妙至极 他们甚至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秘术 竟能一下子凝聚出三道足以以假乱真的分身 族长 一个美貌富人样的日照转头看向魂缺 表情优越 这太过分了 族长你也不管管 原本想着 这一次廉池开启 就算那人足小子从中得了巨大好处 魂族本身的魂族也能有不少收获 可照这样的局势发展下去 怕不是要出现人足小子吃肉 魂族族人喝点汤汤水水的局面 甚至说若是那人足小子做得更离谱些 搞不好魂族族人这边连汤汤水水都喝不到 绕世魂缺活了不知道多少年 面对这情况也有些头大 管 怎么管 祖弟意志都传下指示了 这次廉池提前开启本就是因为录业的到来 这个时候强行把他从廉池中居出来吗 没看那些神连一被他神念接触 就轻松被炼化了 那一朵朵神连都是祖弟意志的分身 若是祖弟意志不允许他炼化 哪有这么轻松 真要是强行把他从廉池中居出 那岂不是违背了祖弟的意志 他这个族长还当不当了 魂族还要不要在这里生存了 一时间魂缺心情复杂 魂族一直自诩为祖弟的子民 得祖弟庇佑 哪怕是上古时期的那一场席卷星空的大战也能安然无恙 可现在一对比 魂缺才发现 陆叶这个人族出身的家伙才是亲儿子 他们魂族都是私生子 问题不大 静观其变 魂缺淡淡开口 眼角一阵阵抽搐着 陆叶这边行动迅速 本尊连同三道分身所过之处 所有神连皆被炼化 一日间 收获颇风 本尊这边 五彩神连已经有招六彩神连演变的趋势了 估计再炼化了两三朵三彩的就差不多了 三道分身那边的进度相差无几 各自炼化的神连都在招五彩的演变 还处于四彩层次中 陆叶想找一朵五彩的 因为这样的炼化中 他能很清楚地感觉到 一朵现成的五彩神连 足足抵得上他半日的努力 可惜迄今为止 他所发现的神连最高也就是四彩 也不知道是五彩的还没出现 还是说已经被魂族炼化了 能遇到的正在活动的魂族也在减少 因为有了收获的魂族就不会再去炼化神连了 而是会寻一个地方安心炼化此地的池水修行 壮大自身的魂体 所以陆叶很多时候遇到的魂族 都是安静地待在一个地方 闭谋盘息 哪怕对魂族本身来说 连池开启也是不可多得的机缘 某一刻 正在四下寻觅的陆叶忽然转头 朝一个方向望去 那的方向上 一道宝血分身有了发现 正是他心心念念之物 下一瞬 他周身虚空灵魂勾勒 瞬息间消失在原地 等再现身的时候 人已来到了那宝血分身旁 分身没有停留 朝远处掠去 而陆叶本尊则朝前方望去 那的方向上 树道魂力正在碰撞波动 碰撞的中心地带 赫然有五彩的霞光在绽放 终于找到五彩神连了 而且有好几个魂族正在争抢 这场面陆叶熟悉 当即不客气地朝战场那边靠拢过去 一看他这般动作 魂族的几个日照长老们心都凉了半截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那五彩神连之帕又要姓陆了 第1663章这是人干的事 随着陆叶的靠近 他居然在这里发现了一道熟悉的气息 黎商也在这里 说起来他进了连池之后 一直没发现黎商的踪影 没想到这个时候会遇到他 凑近了一看 正在争锋的魂族 算上黎商 族族有四个 而且全都是新秀后期的程度 实力与黎商相差无几 如果是乱斗的局面 四个魂族还不知要打多长时间才能分出胜负 但此刻局面对黎商确实很不利 因为那三个魂族很是不讲武的 居然在联手对付他 显然是打算先淘汰掉黎商 剩下三人再决胜负 这也是魂族在遇到高品质神联正常的做法 就是不知道这三个魂族是临时联手 还是早就结盟了 陆叶到来的时候 黎商已有退役 毕竟以一敌三 大家都知根知底 哪能是对手 强行留下 知识自讨苦吃 就在他打定主意的时候 却意外地察觉到一道熟悉的气息正在逼近过来 百忙之中转头一瞧 竟见到了陆叶的身影 心下一定 陆叶的强大旁人不知道 他确实知晓的 毕竟屡次赴魂陆叶与月瑶争锋 死在陆叶手上的月瑶也有好几个了 便是日照都有一个 不过魂族的争锋与正常的争锋中就不太一样 陆叶的实力固然强 在这样的争锋中也不知道能不能占到什么便宜 就在他思虑间 陆叶那边已经出手 魂力涌动间 复杂的纹路铺展勾勒 转瞬间 一道如无饼短刃般的锋芒便浮现出来 直直地朝其中一个魂族攻去 神风 圣手用魂力催动 外显跟用灵力催动没太大区别 都是一道守护己身的屏障 但神风却不太一样 用灵力构建的话 他依附在刀锋之上 能极大地提升武器的锋利度 可用魂力构建的话 他的外显就是一道这样的锋芒 当然 若是有合适的魂宝 也可以加持在魂宝上 不过陆叶手上并没有用来主动进攻的魂宝 锋芒乍一眼看去 就像是一饼无饼的短刃 破开池水 瞬间将就降临到一个魂族面前 这魂族察觉不妙 当即催动魂力护持周身 然而很快他就露出惊骇神色 因为凭他新秀后期的底蕴 凝聚出来的防护在那道锋芒铃声时 净脆弱的不堪一击 紧接着耀眼锋芒便贯穿了他的身躯 这魂族修饰惊呼一声 匆忙后退 换作血肉之躯遭受这样的一击 必然是鲜血四剑的局面 可魂族终究是魂体 所以倒没有出现这样血腥的画面 这样的伤势对魂族来说不大不小 平日里恢复起来也不难 更不要说现在在莲池之中了 有四周池水作为依仗 恢复起来就简单了 但这魂族修饰却露出惊骇之色 虽之一击 他却已经切实体会到陆叶攻击的恐怖 那绝不是他能够挡得住的 好在他还有两个临时盟友 脑海中刚转过这的念头 表情就变得呆滞 与此同时 身边的两个临时盟友也僵住了身形 不敢乱动 三双目光瞩目之下 陆叶安静地站在不远处 周身魂力涌动间 身旁两侧一道又一道如方才那锋芒一样的东西 正在迅速成形 眨眼间 陆叶身边就出现了几十上百道锋芒壁露的神风神闻 牢牢锁定了三个魂族修饰 三个魂族清楚地察觉到 只要他们敢有所异动 必然会迎来陆夜狂风暴雨般的打击 亲眼见识过这种攻势的凶网 他们哪还不知道这些神风的恐怖 真要让这么多神风一起袭来 他们可就不是受伤那么简单了 好在对方没有要发起攻势的意图 应该是知作威慑 目光碰撞之下 三个魂族倒也逝去 剧都缓缓摇头 黯然退场 无视对手 强行留下来也无用 而且魂族这边的争锋 基本上都是点到为止 很少出现决绝的拼斗 这是什么魂术 莲池上空 虚言长老使劲揉着眼睛 师生经问 其他的日照长老们同样一脸不可思议 很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 陆夜是人族 他们都是知道的 可一个人族居然修行了如此精妙的魂术 未免也太不可思议了 之前陆夜虽然展现出圣守的手段 可这还是他头一次展现出神风 一时间竟让魂族的日照们都动容 因为这一道道神风催动的速度太快了 根本不应该是一个星宿修饰能有的能力 而且他的杀伤还可怕无比 同境界的魂族居然完全挡不住 魂族表情沉宁 徐徐开口 这应该不是魂术 不是魂术 几个日照长老惊疑不已 魂缺道 外族那边有一种人叫做灵魂师 而灵魂师有一个战魂师的分支 他们擅长使用各种灵魂在斗战之中提升自身的实力 战斗风格诡诀多变 很是难缠 此子施展出来的 应该就是战魂师的手段 而且那些应该是神文 神文 日照长老们都若有所思 神文他们自然是听说过的 甚至说魂族的许多魂术 都有神文的影子 可这么夸张的神文 他们还是头一次见到 倒不是说威力 新秀镜施展的手段 威力再强 对他们来说也就那么回事 只是这催动神文的速度 太不可思议 一念间 上百道神文 这是人干的事 可恶啊 那富人长老太了口气 如此来看 莲池这边第一朵五彩神连 也要落入那人族小子之手了 三彩四彩就罢了 这可是五彩 能炼化五彩神连的魂族 都是有日照之资的 虽说不一定能成就日照 可总比其他族人要有希望一些 祖地这边已经太久没诞生新的日照了 只靠他们老一辈之称 未来贪忧 恭喜道友 带那三个魂族离去 离商才转头看向录夜 表情微微有些复杂 虽说早就知道陆夜很强 可他真没想到 在这样的争锋中 陆夜依然有碾压同境界修饰的能力 这是他以前从未见到过的手段 恭喜你才对 陆夜看向离商 双引号问号双引号 离商不解 我已经练话过神连了 陆夜笑着开口 离商愣了一下 紧接着露出喜色 当真 这还能骗你 陆夜说话间 抬起一手 手上顿时霞光铺展 一朵五彩神连出现 神连这东西正常时候在神海中 不过也可以召唤出来 不过他终究只是温养神魂之物 没有攻击和防御之能 所以召唤出来没什么大用 见得这五彩神连 离商立刻信了陆夜的话 惊喜道 那我去练话了 我给你护法 陆夜开口 若没有离商在这里 这五彩神连他说什么也不会放过 毕竟练话一朵五彩神连就相当于他半日的努力 绝对能让他已经拥有的神连演变成六彩的 可既然离商在这里 让他事事也无法 这几年的相处 离商可是帮了他不少忙 若没有离商复魂 凭自己本身的力量 陆夜估摸着自己杀不了月瑶 而且仙元城的仙辈们日后还需要离商照料 依依和琥珀也会留在此地 离商变强点 对他没坏处 当然 离商能不能成功练话陆夜无法判断 若是他不能练话 自己再出手也不迟 离商神色激动地来到那五彩神连前 有些不太真实的感觉 虽说他也想练话一朵五彩神连 可他知道这事很难 古往今来 能练话五彩神连的族人数量都不多 每次连池开启虽然都有五彩神连出现 可未必就有人可以练话 他也只是想试试 如果不行 就去练话四彩的 再不行 只能三彩 如果还不行 那就两彩单彩了 陆夜还真没见过魂族练话神连 观桥间 站在五彩神连前的离商周身魂力涌动 笼罩着神连 很快 五彩神连就有了反应 花瓣轻轻舒张着 好似蝴蝶的翅膀在偏仙 离商的表情微微有些激动 魂力涌动得愈发强烈 下一瞬 五彩神连就化作五彩的流光 映入他的身躯消失不见 还没开始发力的离商愣住 一脸的茫然 恭喜到有了 陆夜道贺 离商还没反应过来 直到再三确定 那五彩神连真的已经被自己炼化进了体内 这才露出振奋的笑容 不过 炼化神连应该没这么简单吧 离商虽是头一次参与连池之争 可也知道五彩神连的炼化难度 按道理来说 哪怕自己有资格炼化 少说也得半个时辰才行 怎么方才一下子就成功了 而且 怎么我感觉咱们两个的神连有些不太一样 离商问道 陆夜方才展现出来的五彩神连 似乎比他炼化的这个光芒更璀璨一些 色泽也更浓郁一些 尽管没有仔细对比 可离商就是感觉两朵神连有不小的区别 没有吧 可能颜色不一样 陆夜随口道 离商媒在追问 刚炼化五彩神连 心情还是很振奋的 开口道 虽然炼化了神连 但距离连池关闭还有一点时间 连池这边的修行环境不可多的 道有可千万不要荒废了 不如就在这里一起修行 今天带孩子再去那家医院 因为是外地 所以要提前过去 如果顺利的话 明天住院 后天手术 这几天更新要是不给力的话 诸位见谅 愿一切顺利 第1664章七彩 怎么回事 魂族日照的长老们都惊呆了 知觉今日种种见闻实在太过古怪 那人足路一夜能迅速练化神连 可以说是祖地意志的观照 怎么连本族的离商也可以了 而且那还是五彩神连 是连池中品质最高的神连 按道理来说 就算离商可以练化 没半个时辰也不可能练化成功 可事实上 离商只花了几席功夫 对比其他族人的效率 简直可不 要知道在他们的官桥下 其他族人练化神连可都是正常的速度和效率 这明显不太正常 离商能做到这一点 绝对是因为那人足小子的原因 祖地意志对他格外关照 让他的已不费吹灰之力练化诸多神连 他将那五彩神连让给了离商 结果连离商居然也享受到了这种待遇 这小子还算不错 方才还觉得陆夜可恶的那个妇人 此刻再看过去 不由觉得此子顺言许多 虽说他练化了很多神连 让本族族人少了一些机缘 但能让离商也练化了一朵五彩神连 那一切都可以弥补回来 不是每一次连池开启都有族人能幸运地练化五彩神连的 往往开启十次 说不定才只有一个族人成功 就拿此次来说 日照门没指望哪个族人能够练化五彩神连 如今出了一个离商 绝对是意外之喜了 由此五彩神连相助 离商完全可以说是有了日照之资 日后值得大力栽培 老夫倒是想知道一件事 虚言揉着有些头疼的脑袋 他哪来的五彩神连 此话一出 诸多魂族日照不经正著 对啊 他哪来的五彩神连 这一次连池开启之后 离商练化的这一朵五彩是第一个诞生出来的 陆叶之前练化的神连数量虽然很多 可最高也就是四彩而已 大多都是单彩双彩的 他怎么可能有五彩神连 但他方才明明召唤了一朵五彩神连出来 而且离商能够察觉到 他的五彩神连与自己练化的有些不一样 长老们又何尝看不出来 陆叶的那朵五彩神连 不正常 无论色彩还是明亮度 都与他们认知中的五彩神连有巨大差别 在联想他之前的种种行为 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 忽然自日照长老们的脑海中蹦出 那妇人露出震惊神色转头 看向魂缺 族长 该不会是 魂缺徐徐摇头到不是否决的意思 而是他自己也不清楚 魂族在这里生存了数万之久 他执掌魂族也有数千年了 可这一辈子见到的新奇事 还没有今天一天多 真正是叫人大开眼界 待连池关闭后 问上一问便能知晓 正常来说他们这些日照 也懒得打听别人的隐私 可陆叶展现出来的那五彩神连 实在太让人好奇了 若是不弄明白的话 魂族这些日照们以后 怕是都没法好好修行了 连池中 陆叶拒绝了离商的邀请 魂族练画了一朵神连之后 自是无视一身轻 可以安稳地在这里修行到连池关闭 可他还要奔波忙碌 三个宝血分身都没闲着 他这个本尊自然也不能偷懒 与离商解释说他想四下看看 离商自不会阻扰他 辞别离商 陆叶继续寻觅练画着神连 两个多时辰后 陆叶观瞧着神海中的神连 经由他两个时辰的努力 此时此刻这朵五彩神连已经化作六彩了 而且还能继续练画神连 明显可以朝七彩演化 这让陆叶心头振奋不已 六彩神连对神魂的温养效果又要超出五彩不少 若能将他演化成七彩 肯定更强 感知了一下三道宝血分身那边的进展 陆叶觉得自己这边距离七彩还有不小的差距 德加把劲了算算时间 连迟还有一天时间就要关闭了 不过有个好消息是 其中一道分身又发现了一朵五彩神连 陆叶本尊连亡赶赴过去 分身这边虽然继承了陆叶的全部实力 是要有合适的武器 几乎可以发挥出它正常的实力 但因为是宝血分身 所以跟天赋术分身不一样 宝血分身是无法迅速催动神文的 在这样的争锋环境下 神文才是对敌的关键 就只能本尊出马 神锋神文的强大杀伤 根本不是同境界的魂族能够抵挡的 本尊这边之事稍稍展现了一下自己的手段 便让那边正在争夺五彩神连的几个魂族之难而退 情况与遇到离伤的时候几乎没有区别 戴在恋化了这一朵五彩神连 距离七彩又近了一步 距离连池关闭之剩下最后小半日的时候 整个连池中活动的身影就只剩下陆叶一个了 其他魂族 要么已经炼化了神连 无欲无求 借助此地特殊的环境修行 要么是毫无收获 知道自己炼化不了任何神连 索性不去浪费时间 同样抓紧时间借助此地修行 这更加方便了陆叶 哪怕他最近几日不断地炼化神连 可这连池中依然还有单彩和双彩神连重新孕育出来 被他炼化之后化作他神海中神连演变的养分 他暗暗庆幸 得亏自己有宝血分身 否则单靠本尊一个 时间上肯定是不够用的 直到某一刻 一个声音忽然在连池中所有人耳畔边响起 一炷香后 连池关闭所有族人速速离开 这显然是魂族的强者在智慧族人 免得出来晚了 发生什么意外 一时间 整个连池内 诸多魂族身形略动 朝上方飞去 陆叶这边也停下了茫茫碌碌的身影 时间到了 他不知道本尊和三道分身的神连凑在一起 能不能得到一朵七彩的 姑母这没太大问题 因为不但本尊这边是六彩神连 其中一道宝血分身那边也是六彩的 其他两道分身虽知是五彩 可无论两朵六彩还是两朵五彩 都不是刚演化的状态 而是在演化状态的基础上 又炼化了许多神连的进度 这样的四朵神连凑到一起 大概率能演化出一朵七彩的 吧 当然 如果不行的话 那陆叶也无能为力 总不能赖在这里 无论六彩还是七彩 这都是意外之喜 是来魂祖祖地之前根本没想到的好处 如今能够拥有就不错了 不必太过苛求 周身灵力涌动间 脚下一道虚空灵纹铺展显漏 下一瞬 三道宝血分身从三个不同的方向顺移而至 一一投入陆叶的身躯中消失不见 陆叶没做停留 身形朝上方略去 同时能清楚地感觉到 自己神海中正有一些奇妙的变化正在发生 紧密关注之下 只见神海中那朵原本的六彩神连 在融合了三道宝血分身带回来的神连之后 果然迅速地朝七彩演变 一时间 神海之内霞光绽放 铺满了所有角落 而在这一瞬间 陆叶的新神更是不由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清明之感 好似无垢节欲 一尘不染 明显感觉到 如果以这样的状态是参悟石墨秘术或者晦涩的话 效率会有极大的提升 这对他来说无疑是很有用处的 因为无论是在参悟寮内诸多先被留下的传承 还是天赋术推演灵文 都需要这样的新神清明 可以预见到 日后再推演灵文或者参悟石墨传承的话 效率会有极大的增加 除此之外 陆叶还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 那就是自身好像与整个祖地的空间 有了一些奇妙的联系 不过还没等他体会这种联系到底是什么情况 人便已出了连池 下一瞬 他立刻感觉到好些目光朝自己这边望来 抬眼一看 正见魂族的那几位日照长老表情复杂地望着自己 陆叶有些心虚 这情况莫不是自己在连池中的所作所为 都被他们看在眼中 想来是了 否则这些日照怎么会这样看着自己 轰鸣声忽然响起 巨大的连池微微震动起来 连池之水都随之震荡 紧接着 在诸多魂族的关注中 那盛开的连池花瓣徐徐合拢 很快就恢复成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古朵模样 这一次的连池之争 就算是彻底结束了 魂缺的声音再次响起 无非就是勉励了一下这次参与连池之争的族人 让有所收获的族人借交借造 再接再厉 让没有收获的族人静心修行 提升自身 期待下一次连池开启会能有收获 不多时 诸多魂族便各自散去 陆叶也与离商 依依和琥珀凑到了一起 得知离商与陆叶这次都有收获 依依明显很开心 也很期待自己下次参与连池之争的情形 依依正要朝离商的五彩连路赶去 陆一叶 你不忙走 魂缺忽然叫住了他 陆叶转头朝魂缺这边望来 见那些魂族日照门都在看着自己 我过去一趟 魂缺前辈怕是有什么吩咐 你们先回去 陆叶开口说道 离商点点头 依依倒是有些担心 没事吧 陆叶笑了笑 没事 真要有事他也躲不开 好几个日照在这里了 离商倒是对自家日照长辈们很放心 宽慰了依依一句 便带着他和琥珀离开了 陆叶这才行至魂缺等魂族日照面前 行李道 见过诸位前辈 第1665章与祖地的联系 陆叶态度恭敬 几个魂族日照都微微点头 别的不说 这个人族小子的气度还是很不凡的 一看就不是什么等闲之辈 他们都是出去游历过的 见识过不少外族的天才 自有一些看人的眼力 不过话说回来 若是真的平凡之辈 也不会触动祖地的意志 让祖地意志那么关照了 你不用紧张 换你过来知识 想问你一些事情 虚元长老和蔼开口 陆叶点点头 他也没紧张 不知道诸位前辈想问时吗 魂缺直接道 能召唤出你恋化的神莲 让我们看看吗 他实在是好奇 陆叶这边的情况 到底是不是跟他们猜想的一样 说完之后 又补充了一句 当然 若你不愿的话也无法 陆叶略做成瘾 神莲既是在魂族这边得到的 能尽廉池也是这些日照门开恩 人家既然要看 倒是不好拒绝 当下汉手道 诸位前辈要看 自然没问题 这般说着 伸出一手 魂力涌动 下一刻 七彩的霞光绽放出来 一朵美轮美奂 宛若美玉雕琢琢而成的神莲出现在手心上 几个魂族日照大为震动 一个个不可思议地望着那七彩神莲 尽管心中已有猜想 可当证实了之后 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那富人长老更是尸声惊呼 七彩 尽管从之前陆叶召唤出五彩神莲的时候 他们就隐隐猜测 陆叶炼花的神莲可能会往更高品质演化 可怎么也没想到 短短三日时间 居然演化出一朵七彩的 他们本以为 六彩就是极限了 震惊之后 目光逐渐变得痴迷 因为哪怕是他们这些日照 也没有七彩神莲 他们的神海中 都知有五彩 那富人长老贫富了下复杂的心情 开口道 这般说来 你在莲池中练花的神莲 果然可以合而为一 演变更高品质 无错 日照长老们忽然心情为妙 不知怎地心头有些酸酸的 祖弟啊 您也太偏心了 他们这些日照都只能拥有五彩的 一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人族小子 居然能拥有他们渴望而不可求的东西 场面一时有些沉默 很好 好片刻 魂缺财时时时开口 望着陆叶道 这是你的机缘 日后可莫要辜负了这份机缘 顿了一下 他继续道 自古以来 我魂族这边能拥有七彩神莲的 知有圣寿 你是头一个以非圣寿之身拥有七彩神莲的 有此神莲相助 相信日后但你实力足够 晋升日照的时候会容易许多 他生怕陆叶不知这七彩神莲的珍贵 所以便有意跟他多说一些 陆叶露出惊诧神色 诸位前辈也没有七彩神莲 他还以为日照们肯定都有的 须远忍不住瞪了陆叶一眼 小子 你要是这样聊天的话 那就不太厚道了 没听组长说只有圣寿才能拥有七彩神莲吗 魂缺显然也不想搭理这话 继续开口道 五彩神莲的功效就已经强大至极 你得七彩 功效智慧更甚 不过记住一点 不能怠慢自身修为的提升 你终究是血肉之躯 与我魂族不一样 对你们人族而言 一味的神魂强大 并不一定是好事 若有朝一日 你的修为体配不上了你的神魂强度 说不定还是一桩麻烦 陆叶不经神色一粟 开口道 还请族长四教 魂缺道 这么说吧 对你们人族来说 肉身是神魂的容器 随着修为的提升 这个容器的体量会慢慢变大 所以哪怕神魂也随着修为的提升变强 容器也依然能装得下 可如果你的修为停滞不前 神魂却在不断壮大 终有一日 会出现容器被撑破的局面 到那时候 可不就是麻烦 陆叶还是头一次听到这样的说辞 但既是魂族族长所言 那定然没错了 想来这世上也不会出现神魂强大到 撑破肉身这个容器的生灵 毕竟不管是何种生灵 想提升神魂都不是太容易的事 可如今陆叶拥有了七彩神怜 如果不努力修行 提升修为的话 还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魂缺才会特意叮嘱了他一下 虽说他看陆叶年纪应该不大 如今已有新秀后期的修为 天资必然不凡 这种人修行进度必然不会太差的 受教了 陆叶正色点头 虚言在一旁笑呵呵地道 真要是有这一天也没关系 到时候来我魂族 一样大有作为 其他几个日照一听 这事还真可以 若是陆叶也成了魂族 那就是自家人了 拥有七彩神怜的他 日后成长高度绝对不会逊于他们这些日照 那他是魂族的话 祖地意志对他格外关照 也没什么不妥了 不屑长老美意 陆叶嘴角抽了抽 暗暗决定 一定要注重修为的提升 绝不能让魂缺所说的那种情况发生 为了族长 陆叶又想起一事 得了这七彩神怜之后 我感觉自身好像与这片空间有了一些奇妙的联系 这是怎么回事 再收回三道宝血分身 将所有的神怜都融化到一起 深海中的神怜演变成七彩之后 陆叶就多了这种联系 方才说话的时候 他稍稍感知了一下 发现这种联系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还很紧密 神怜是祖地连时孕育之物 他将之恋化 会与祖地空间有联系 倒也无可厚非 只不过他没搞明白这种联系到底意味着什么 趁此机会 诸多日照都在 便想着请教一番 联系 什么样的联系 魂缺一争 陆叶便仔细描述了一下 不过在他描述的时候 却发现这些日照们的表情越来越古怪 等陆叶描述完之后 不免有些忐忑地问道 诸位前辈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主要是日照们的表情太奇怪了 好像知道点时吗 又不好直接说出来的样子 你随我来 魂缺忽然开口 这般说着 魂力涌动将陆叶包裹 身形一晃 陆叶知觉一阵恍惚 等在现身的时候 人已不在莲池旁了 而是来到了一座连路之上 只从这连路给人的感觉来看 这必然是一座七彩连路 因为此地的修行环境 要比离商的五彩连路更好许多 陆叶站定身形之后才发现 其他的日照长老们都跟过来了 一副看热闹的架势 虚元长老更是笑呵呵地 莫慌 如果情况真如咱们想的那样 对你来说是好事 陆叶点头硬了下 不过看虚元长老的笑容 他总感觉事情没这么简单 不过很快 他就被面前的一个池子吸引了注意 这池子不大 但内部光芒点点 乍一眼看 好似没什么特别的 但仔细望去 陆叶却惊讶地发现 那些点点荧光就像是星辰之光 这不大的一个池子 竟像是一片星空的缩影 此乃星空池 是我魂族最核心之地 凭此星空池 祖地才能连通星空各处 魂缺稍稍解释了一下 不过也没解释太多 然后没等陆叶发问 就魂力一催裹着他朝星空池中投入 小小的池子忽然在陆叶的视野中 急奏放大 煞时间 他感觉自己好像不是投入了一个池子 而是一整个星空中 那点点微小至极的荧光 也急速地化作庞大的天体 光芒要人 等陆叶在回过神的时候 人已站在了一片星空中 魂缺就站在不远处 背负着双手 陆叶稍稍感知了一下 心神震动 尽管早在离商回归祖地的时候 他就从离商那边得知了魂祖祖地的一些玄妙 方才又听了魂缺的解释 可当自身亲身经历了一下 还是难掩心中惊讶 可以确定 这里已经不是魂祖祖地了 这里是广袤星空的某个位置 换句话说 方才魂缺带着他投入星空池后 他们就通过星空池的玄妙 从魂祖祖地来到了这个地方 那星空池 简直可以看成连通星空各处的复杂重道 只不过一般的重道连通的位置都是固定的 星空池虽然也算固定 但借助星空池的话 选择并非只有一个 小小的星空池内 能连通星空的位置可不止一处 陆叶转头看了看四周 发现这片星空很陌生 可以确定他没来过这里 只不过魂缺把自己带到这里来做什么 就在陆叶不解时 魂缺的声音响起 星神勾连你神海中的七彩神连 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陆叶固然不解 还是照做 星神勾连起七彩神连 下一刻 他的表情唯唯一争 因为在来到这里之后 之前在魂祖祖地中那种奇特的感受便消失不见了 可随着他心神勾连七彩神连 那种奇特的感受又一次出现了 只不过对比而已 比在魂祖祖地中要轻微不少 见他神色变化 魂缺已经印证了自身的想法 果然如此 祖长 这是 什么情况 陆叶问道 第1666章半个魂祖 魂缺道 你既是跟着黎商一起回来的 那么想必见过黎商如何沟通祖地 开启祖地通道的了 见过 陆叶点头 魂缺道 每一个魂族都有这样的能力 族人们借助的是自身魂族的力量 你是人族 自然没有魂珠 但是 你的七彩神连可以替代魂珠发挥出类似的作用 陆叶立刻反应过来 也就是说 我也可以如黎商那样 从这里进入魂族祖地 你且是上一世 魂缺道 陆叶大为振奋 之前没能阻止依依进入魂族祖地的时候 他最惆怅的就是没法随时去看望他 这一次分别 再想见面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可如果他拥有了魂族的能力 那以后进入魂族祖地岂不是方便多了 到时候想去探望依依的时候 只要找到合适的位置 以七彩神连勾连 便可进入其中 仔细回想着黎商当时勾连魂族祖地的举动 陆叶寄出了自己的七彩神连 魂力涌动 朝神连中灌入 很快 他便察觉到那种奇特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 约莫一个时辰左右 前方虚空忽然如水面一样荡漾起来 紧接着空间模糊扭曲 这情况 跟当初黎商借助魂珠沟通祖地的时候一模一样 不过陆叶这边比他当时快多了 黎商勾连祖地花了足足半天时间 可他这边却只要了一个时辰 就效率上来说 黎商无一没法与他相提并论 这显然是七彩神连的神妙 这东西虽然不是魂珠 但用来勾连魂祖祖地的话 效果比起同境界魂祖的魂珠无疑要好很多 以后若是遇到什么危机的话 或许可以用这个方法逃命 不过一个时辰时间终究有些涨了 真遇到强大的敌人无法摆脱 这个办法又行不通 而且勾连祖地的位置 也有一些特别的要求 并非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的 所以想用这个办法来逃命的话 很大程度上还得看运气 空间扭曲模糊地仿若一团迷雾 很快 自那迷雾之中就有诸多色彩绽放 一如露夜上次看到的场景 一朵莲画自那迷雾之中怒放 花蕊处迷雾缠绕 不知通往何方 魂缺在一旁静静观桥 微微汗手 看样子那七彩神连果真 让露夜拥有了沟通祖地的能力 而且居然只花了一个时辰 这速度 足以媲美很多月瑶了 进去吧 魂缺开口 露夜不做犹豫 闪身投入了花蕊之中 待在站定身形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果然回到了魂祖祖地之中 放眼望去 视眼内皆是那种大大小小色彩缤纷的脸露 不过这里并非星空池所在 应该知是魂祖祖地的某个位置 如此看来 从外界进入魂祖祖地的话 会随基地出现在一个位置 露夜心中判断 魂缺紧接着跟了进来 就站在他身旁 树道身影从远处激略而至 正是虚源等日照长老们 显然是察觉到这边的动静感过来的 几人都朝魂缺头以询问的目光 后者汗手 还真可以啊 事情就有些离谱 祖地这边自古至今 就没有血肉之躯能够进入 此番一个人足小子跑进来就罢了 还触动了祖地的意志 让祖地传下了指示 如今他更得了一朵之有力带圣兽才能拥有的七彩神莲 关键他还能借助那七彩神莲往返祖地 活了这么多年 如此离奇的事 日照长老们还是头一次见到 但思来想去 这种种离奇 都建立在祖地对他的额外关照上 若没有祖地意志的允许 这些事都不会发生 虚源长老眼珠子一转 哈哈大笑起来 小子 日后你可就算是我魂族半个族人了 虽是人族出身 但拥有了魂族才有的能力 又能进入祖地 说他是魂族半个族人并不为过 而且这样被祖地意志特别关照之辈 魂族这边值得拉拢 路夜一愣 旋即点头 行礼道 那日后就请诸位长老多多照服了 好说好说 虚源呵呵笑着 看样子你小子还不知道你那七彩神连最大的好处是实吗 路夜想了想 七彩神连无疑对瘟养神魂有巨大功效 除此之外 他还可以让路夜在星空中合适的位置进入魂族祖地中 不过听虚源的话 似乎还有什么别的好处 连忙虚心请教起来 还请长老四教 虚源道 我魂族族人 可以在星空合适的位置 借助魂珠勾连祖地归来 可你莫要望了星空时 凭星空时 我魂族也可以前往星空一些特定的地方 小子 如今你明白了吗 路夜想了想 眼前忽然一亮 是了 星空时的玄妙无疑是他得到七彩神连的另一个天大好处 方才只顾着旌旗自己的七彩神连能够替代魂族魂珠的作用 竟没能想到这一层 如今仔细想来 以后自己若是想去往星空某个地方的话 完全可以借助星空池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哪怕不能直接抵达目的地 也必然能前往附近区域 节省大量赶路的时间 就比如说之前他想返回九州 从万象星系过去足足花了好几年时间 可如果借助星空池的话 说不定能直接抵达遇罗星系 或者遇罗星系附近的位置 那些赶路的时间完全不必要浪费 陆叶眼角一抽 早知如此 在返回九州之前就把黎商送回来好了 但那个时候他与黎商其实还不算太手忍 而且他也无法事先预料到自己能在魂族祖地这边得到这种好处 自然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当时他还指望着带黎商回九州解决先元城的问题呢 而且那一趟旅程其实也间接地解决了遇罗星系未来的一场危机 因为如果没有他出手相助 帮吴定等四方星系解决重学两族联军的话 一旦四方星系被拿下 日后倒霉的就是遇罗了 这么算下来 不亏 族长 既算是我魂族族人 是不是也有资格去选一座自己的连路了 虚言看向魂缺 有一多拉拢拉拢 陆叶此番地表现着时让他们惊奇 这样的人日后成长起来 必然不凡 提前拉拢对魂族来说没坏处 魂缺显然明白虚言的用意 唯唯汉守道 自然 他看向陆叶 若你愿意的话 可则取一座五彩连路自行居住 李商能则取一座五彩连路 是因为带回了圣寿 哪怕触犯了足归也足以抵消了 陆叶这边能则取 自然是因为他的种种表现 更多的是因为祖地的指示 至于七彩连路 那是日照门才能则取的 陆叶如今修为还低 用不上 陆叶露出感激之色 开口道 多谢族长和长老美意 不过我终究并非真正的魂族 所以并没有打算在此地久留 此番能够进入祖地也是一场意外 过几日我便要离开了 他还要赶赴阴阳大墨盘那 怎么可能一直留在这里 魂缺也说了 日后要注重修为的提升 待在这里倒是安逸 神魂之力提升得也快 可那只会加剧肉身容器 与神魂的冲突 听闻此言 魂缺并不意外 汉首道 你是人族 确实要多出去闯荡闯荡 既如此 那则取连路的资格就保留吧 日后你什么时候想了 便什么时候去 郭谢族长 日照门没多坐停留 很快便在魂缺的带领下离开了 虚言临走之前对陆夜道 什么时候想走 便去找老夫 老夫带你去星空池那边 他是魂族这边最近百年的职守长老 这种事本身就是他负责的 目送日照门离开 陆夜兴冲冲地朝离商所在的连路持续 很是花了一番功夫 这才找到 主要是他对这里不太熟悉 离商与依依正在这边交集地等待 连池之争结束后 所有魂族都散去了 结果陆夜被阙族长和日照长老们留了下来 离商和依依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自然担心 此刻见他安好归来 皆都松了口气 陆夜你没事吧 依依紧张地望着他 没事 陆夜笑着摇了摇头 揉着依依的小脑袋瓜子 真要说的话 是好事 他已经可以想象 自己下次忽然过来看望依依的时候 依依吃惊的模样了 嗯 七彩神连能替代魂珠的事 还是不要告诉他了 回头给他个惊喜 组长他们找你做时吗 离商好奇问道 陆夜道 也没时吗 就是随便聊了聊 让我下次有空的时候多来走动走动 离商眼角抽了下 自然不会信了陆夜的鬼话 他却不知 陆夜说的还真是实话 有了七彩神连 他日后什么时候想来这里了 不说随时可以过来的程度 但也花不了多少功夫 心情大好 陆夜在这边没有多做停留 既然以后来往魂祖祖地方便 自然没必要依依不舍 倒是依依 虽然坚定地要跟离商回来 可真到了分别的时候 却是红着眼睛 若不是魂体流不出眼泪 只怕要泪流满面了 他在九州等了那么多年 终于等到陆夜安全归来 却没想到 这才相聚没几年 又要分开了 可这终究是他自己的选择 因为只有留在这里 才能走出魂族真正的路 日后才有能力与陆夜并肩作战 否则彼此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第1667章下次还来 离商的五彩服路上 依依与陆夜挥手道别 琥珀低声咆哮 他们是想送送陆夜的 但陆夜没让 没必要送 如今有七彩神连 他以后想过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很快陆夜的身影便消失在视野中 依依怅然若失 离商走过去搂住他的肩膀 宽慰到 日后总有相见的时候 到时候你催动复魂之术 哪怕修为比他低了 也能帮得上大忙 嗯 依依坚定地点头 既然选了这条路 那就好好走下去 虚元长老所在的七彩服路路夜之前来过 所以路径还算熟悉 很顺利便找到了 紧接着在虚元长老的带领下 两人一并来到星空池所在 指着那星空池 虚元开口 此乃整个星空的缩影 理论上说来 整个星空的轮廓都在此池之中 所以你若想去什么地方的话 平行图映照 找到那片合适的区域 便可借助此池抵达了 尽管有过一次借助星空池 进入星空某个位置的经历 可听了虚元的话 路夜还是惊奇不已 魂祖祖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这核心之地星空池为何能如此玄妙 毕竟一处空间与整个星空都有冥冥中的联系 这种事轮回数都做不到 轮回数那边只能借助无数分身达成这种联系 路夜欲发确定 魂祖祖地怕不是星空至宝级别的 否则不可能有这样的玄妙 他这一次要去阴阳大漠盘 按原本的规划 是在送离商回来之后 还要再返回万象星系 借助一条虫道进入另外一个星系 接下来就是漫漫路了 少说也得花上一年时间 据他得到的信息显示 阴阳大漠盘这一座星空奇观 是位于一处荒芜心域的 因为这座星空奇观 是一座极为罕见的 一直在缓慢成长的星空奇观 换句话说 它的体量是在逐渐增加的 放眼整个星空 这种特殊的星空奇观都不多见 更常见的其实是 那种正在消失的类型 因为存在年月太久 已经无法再继续维持下去了 当然 即便是正在消失 对星空奇观来说 也不是短时间内就会消失的 可能要几百上千年 可能要几千年 如果将一座座星空奇观 当成一个个生灵 那么那些正在消失的星空奇观 就是迟暮之年 而阴阳大漠盘则正直壮年 当然 并非所有的星空奇观 都会成长或者消失 很多星空奇观 亘古至今 永存于世 一直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万象海便是这种类型 小子 你要去往何方 虚源问道 陆夜宁神望着 星空池中的点点光芒 仿佛看到了一个又一个星系的缩影 可真要他在这些缩影之中 找到阴阳大漠盘的位置 又有些强人所难了 因为他根本不熟悉 阴阳大漠盘周边的星空环境 否则还可以互相映照 一下确定方位 我要去阴阳大漠盘 陆夜开口 虚源一睁 看了陆夜一眼 微微汗手 看你修为已至星宿巅峰 这是得了什么高人的指点 想去淬炼自身体魄 为晋升月瑶做准备吧 陆夜微微恶然 那阴阳大漠盘能淬炼体魄 他之所以过去 是因为轮回数的建议 但具体在那边能得到什么好处 还真不知晓 此刻听了虚源的话 方才明白那座星空奇观 能助人淬炼体魄 若如此 那自己还有必要去吗 自身的体魄已经修行至极致了 甚至连宝血这种东西都能凝炼出来 陆夜觉得这世上已经很难有什么外力 让自己的体魄更上一层楼了 自然 虚源汗手 那可是一处兄弟 同样也是一处妙地 长老对阴阳大漠盘很了解 陆夜问道 虚源道 马马虎虎吧 老夫年轻的时候曾去那边游历过 陆夜当即请教道 长老可否与我多说些这座星空奇观的事 虚源想了想 黑黑一笑 不必说 到了哪里 你自然就能体会到 神神秘秘的 不过你还是要小心一些 那地方并不安宁 遇事不要强出头 事不关己 就高高挂起 是 陆夜阴下 星空池连通的位置到不了阴阳大漠盘 只能抵达这的位置 虚源说者 神念一动 给陆夜指引了下方位 从星空池中 陆夜也看不出那位置距离阴阳大漠盘到底有多远 但绝对比自己原计划的要节省很多时间 那就去这里吧 等等 虚源止住了他 陆夜转头望去 却见虚源递了一个储物借过来 这里面有一些魂玉 你且拿去 是组长吩咐下来让老夫交给你的 陆夜露出欣喜神色 连忙接过 魂玉这东西他自然知道 是与灵狱对等之物 不过灵狱是用来恢复灵力的 而魂玉则是用来恢复魂力的 可以说每一块魂玉都相当于一枚极品炼神丹 甚至还要更强 不过星空中魂玉不像灵狱那样常见 甚至可以在星空中收集 魂玉支在一些极为特殊的地方产出 魂祖祖地这边的环境得天独后 自然能孕育出魂玉 魂谢长老陆夜美滋滋 还请长老替我谢过祖长 魂祖祖地是个好地方啊 下次还来 去吧 虚源呵呵一笑 挥手道 那我去了 陆夜说话间 神念涌动 锁定了虚源指引的位置 又跟虚源道了生谢 便闪身投入了星空池中 一如之前 整个星空在视野中急速放大 待陆夜回过神的时候 人已经离开了魂祖祖地 未知星空中 陆夜左右观桥了一下 发现附近除了几颗荒星死星之外 再无他物 不但像样的界域看不到 就连人影都不见一个 这得往哪个方向走呢 更不知阴阳大漠盘距离这里 到底有多远 略作成瘾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最好能找个界域 或者遇到修事询问一下 即出星洲 随意走了一个方向前行 陆夜一边查探四方 想看看能不能遇到什么人 一边通过神海中的七彩神连 勾连魂祖祖地 很快他就发现 随着自己离方才现身的位置 越来越远 神海中的七彩神连 虽然还能勾连祖地 可那种联系明显在慢慢衰弱 只半个时辰后 陆夜就感觉到 七彩神连与祖地的联系 已经衰弱到无法打通 前往祖地通道的程度了 这就意味着他在这个位置 哪怕有七彩神连相助 也没办法进入魂祖祖地 果然这种进入魂祖祖地的方法 有很大的限制 需得在一些特定的位置才行 而且不能有太大的误差 不过这不是什么大事 星空中这种特定的位置应该不少 到时候他真想进入魂祖祖地的话 只需凭自己的七彩神连 不断变换位置 判断那种联系是在衰弱还是增强 就可以顺利找到合适的地方 无非就是花费一些精力和时间 离伤能做到的事 他自然也可以做到 一路前行 风平浪静 直到大半日后 他才远远感知到有争斗的动静传来 而且从那动静来推断 其中一方明显是修士的灵力引发的 他心头一喜 连忙驾驭星周朝那个方向靠拢过去 很快便见到了两道身影 两人一男一女 一个有星宿后期的修为 一个星宿中期 此刻正在合力斩杀一只老鼠模样的星兽 不过这老鼠星兽的个头还真够大了 但是身子便足有五丈长 浑身星光遍布 气势凶恶 看起来就不太好惹 陆叶远远地停下 他只是过来问各路 可不想被人家误会 那边正在与新手争锋的一男一女 显然也看到了陆叶的到来 原本凶猛的攻势陡然一收 明显有了防备 不过在看到陆叶停在远处 主动展露了自身星宿后期的修为之后 两人又放下了心 一般来说 如陆叶这样的做法 就是在表示自己没有恶意 这也是星空中陌生修士相遇时最正确的表现 没了后顾之忧 那男女修士立刻发力 很快便将新兽斩杀当场 留下那女子处理 男修朝陆叶这边略来 陆叶也朝她迎了过去 带到近前 陆叶先行一礼 这位道友请了 对方还了一礼 上下打亮陆叶一眼 开口问道 道友有什么事 陆叶在这里等他们 明显是有事的 陆叶道 我想问问 那阴阳大漠盘在什么方位 道友若能指点 不声感激 那男修文言 这才明白陆叶之事问各路 这是小事 举手之劳 他自然不介意指点一下 当即便给陆叶指了个方位 陆叶看向那个方位 到了生谢 正带赶路 那女修走了过来 道友不是本星系的 陆叶实话实说 我是路过此地 专程赶赴阴阳大漠盘的 女修了然 屈指对陆叶弹出欲解 这是本星系的星图 包括了阴阳大漠盘所在的方向 道友且拿着吧 有星图映照星象 不容易迷路 陆叶接过 略意查探 发现这确实是一幅星图 而且也如女修所说 包括了阴阳大漠盘所在的方位 真诚道谢 多谢道友 帮了大忙了 女修名嘴一笑 小事而已 陆叶很快离去 一边前行一边查探星图 从星图上来看 这个星系换作洞虚星系 想要前往阴阳大漠盘的话 就得穿过洞虚星系 抵达着一座星空奇观所在的荒芜星域 挺无奈的 又回来了 孩子在住院之前忽然长了脉力肿 眼睛肿了 无法手术 所以原本的手术取消了 还得重新预约 类目 已经跑了两趟了 第1668张星道团 在陆叶的原计划中 送离商回祖地后 他就得返回万象星系 借由一条重道 抵达一个叫三圣星系的地方 然后穿过三圣星系 才能来到洞虚星系 真这么走的话 肯定要花费很多时间 从魂祖祖地过来 却能直达洞虚 两者差距一目了然 不过洞虚星系 陆叶隐约觉得有些耳熟 仔细想了想 这才想起 自己当年与汤君无意间流落万象星系后 曾找人打探过情报 那个时候便遇到过一个来自洞虚星系的修士 对方自称出身古寒介 而且在万象海上 似乎也有一个洞虚岛 能在万象海那样的地方占据一座领导 洞虚星系的本土势力应该不弱 最起码也是有日照坐镇的 在这样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陆叶自然不会形势太张扬 单人独舟 静静前行 按星图显示 凭现代的矫程 只要再往前一跃 就可以离开洞虚星系的范围 进入那片荒芜星域了 不过到了那边之后 还要再赶一段路 才能抵达阴阳大漠盘所在的位置 赶路之时 陆叶没有闲着 分出了心神凝练自身的宝血 宝血这东西 它如今有三滴 但这玩意妙用不少 自然是多多益善 陆叶能感觉到 凭自己现在的实力 想要凝聚更多的宝血 越来越吃力了 这可能跟自身的底蕴有关 不过赶路之时 闲着也是闲着 不好进入寮内的青色大殿磨练 就只能凝练宝血了 一路安宁 一月之后 陆叶对照手中星图 果然走出了洞虚星系 此前那女子送她的星图 到了这里就没太大用了 因为那星图之南瓜的洞虚 没有星系之外的标示 不过既然抵达了这里 又有了大概的方向 陆叶觉得自己找到阴阳大漠盘 应该不难 毕竟这座星空奇观 据说体量很大 远远就能看得见 其实早在数日前 陆叶就已经感觉到 附近星空的荒凉 这种荒凉不单单 知识没有人烟 没有介域存在的痕迹 甚至连游易在星空之中 正常能感受到的星空能量 都比一般地方要稀薄一些 这种情况 越是往前就越明显 陆叶隐隐猜测 这跟阴阳大漠盘有关 这座星空奇观 一直在缓慢成长 既是成长 那自然是需要养分的 就如植物离不开水跟阳光一样 星空奇观的成长 必然离不开星空能量 之所以稀薄 就是因为被阴阳大漠盘给吞噬了 所以理论上来说 只要寻着这种痕迹 陆叶就可以轻松找到阴阳大漠盘 这么看来 洞虚星系未来堪忧啊 若是阴阳大漠盘一直这么成长下去 早晚会吞并洞虚的地盘 不但洞虚 这座星空奇观附近的所有星系都得遭殃 除非有什么伟利能够改变现状 但一座星空奇观的成长 谁能遏制 眼下还没什么大问题 可几千上万年 几万年之后呢 这不是陆叶需要操心的事 他也只是忽然想到了这一层 洞虚有日照 这是他们该头疼的 进入荒芜新域 又安稳地往前行了半月 这一日 陆叶正在分神凝练自身宝血 忽然眉头一皱 朝前方眺望过去 星舟的速度也迅速减弱下来 很快停下 前方虽然空无一物 但他总感觉有哪里不太对劲 仔细打量 没发现什么异常 但那种不对劲的感觉 却没有消失 灵力催动 双眸处立刻覆盖上 凡凹纹路 洞察加持 下一瞬 陆叶表情一宁 因为在经过天赋数 重新推演的洞察灵文的加持下 他隐约看到了 前方有一团巨大的虚影 那虚影成一种球形状 笼罩了偌大一片星空 阵法 这里被人布下了大阵 而且布阵之人 在阵道上的造诣很高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他虽察觉异常 却是瞧不出什么端倪 即便是现在 有洞察灵文加持 他也看不出太多名堂 知确定前方那偌大一片星空 都被一座莫名大阵笼罩住了 陆叶想都没想 急忙催动新洲 掉头就跑 不管这阵法到底是什么鬼名堂 又是何人不知 远离这里总是没错的 幸亏他有所察觉 否则一头撞上去 惊动了布阵之人 情况之会更糟 能布置出这种阵法的 最起码也是个月瑶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月瑶 可他这边方才有动作 背后虚空便忽然连依四起 紧接着一道掌影凭空生出 抓小鸡一样朝陆叶抓了过来 掌影巨大 纯粹由法力凝聚而成 感受到掌影中的凶猛波动 陆叶神色冷峻 因为他察觉到对自己出手的 赫然是个月瑶后期 别看他杀过日照 也展过几个月瑶 但那都是在特定情况下达成的特例 基本是不可重现的 无论是杀日照还是展月瑶 都不是他真正实力的体现 每一次都有太多的运气成分 这忽然遇到个月瑶后期 陆叶怎是敌手 星空果然危险 哪怕他不算新人 已经在星空中闯荡不少年了 可依然能感受到弱小的武力 掌影抓下 遮天蔽地 凶猛狂汇的法力波动 甚至让陆叶生出了一种 被大山压皱的感觉 就连星洲的移动轨迹 都有凝制的迹象 星洲这东西 虽然速度提起来之后 比修饰自身飞行要快得多 但无论性能再好的星洲 都有一个提速的过程 猝不及防遭遇袭击 陆叶知道想平星洲避开 已经不可能了 当即收了灵洲 灵力催动 施展起纵略之术 自研袭传承下来的纵略之术 不但能用在斗战之中 盾逃方面也有极大的优势 尤其是应对眼下这局面 身形纵略间 显之又显地 从那掌影的指缝间穿出 哦 一个略显惊奇的声音响起 显然没想到自己一个月 摇后期亲自出手 竟没能第一时间拿下一个星宿 不过随着声音响起的同时 那抓来的掌影便忽然手心一番 至此之时 陆叶正要自爆宝血 催动血族的血顿数逃离此地 宝血虽然珍贵 但这种时候也顾不得了 想远离这里 血族的血顿数是最优先的选择 这一门顿数速度极快 或有机会让他逃离这是非之地 然而还没来得及自爆 随着那翻覆的掌影 陆叶的心神便也跟着一阵颠倒 那掌影 似真的有翻天覆地之能 刹那间的恍惚 陆叶重新回神 可如今再想自爆宝血 已经来不及了 掌影合拢 骤然一收 化作一张大网 将他牢牢困束 陆叶知觉自身灵力被镇压在体内 根本催动不得 心头一凉 这下完了灵力催动不起来 他最强的杀手锏 红服都动用不了 星空 太危险了 星宿的实力 还是太弱了 陆叶心情有些惆怅 倒是不怎么慌 因为他没感受到那出手者的杀机 对方一个月摇后期 真有心杀人的话 就不是方才那样的举动了 被困束在那法力大网之中 陆叶被拖曳着朝方才 他察觉到有阵法笼罩的位置行去 至片刻后 便仿佛撞进了一层无形的屏障中 视野一清 周边景象与方才看到的完全不一样了 不过还没陆叶观桥 人便被拖曳到了一个地方 束缚住他的法力大网消失不见 陆叶没敢有什么轻举妄动 因为有一道极为强大的神念锁定了自己 他抬眼望去 看到了一个面容英致的老者站在不远处 正因冷地盯着他 对方白发苍苍 穿着一件灶袍 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 但身上的力量波动 无意彰显了他月摇后期的强大实力 方才对陆叶出手的 无疑就是这个老者了 老者身边还有一些身影 不过让陆叶微微皱眉的是 这些身影的身份很复杂 有如他一样的人族 也有浑身冒着火焰的炎族 还有周身魔气缠绕的魔族 更有一个身高实丈 体型巨大的巨人族 陆叶甚至还看到了虫族夹杂在其中 这样的组合无疑是很奇怪的 再转头看看四周的环境 陆叶心头一惊 意识到自己碰到的是一群什么人了 星道团 这是一种专门在星空中打架结社 甚至会劫略界域 无法无天 为非作歹的团体 万象星系中 其实就有星道团的雏形 那些人三五成群地在外打架结社 不过因为环境的约束 那些人知识很小规模地聚集 所以只能算作雏形 更不敢打出旗号 都知是偷偷摸摸地形式 可在真正的星空中 这种星道团却是猖獗纵横的 一般来说 星道团的成员来历极为复杂 而且基本都是无恶不作之辈 除了星道团 陆叶很难相信 世上有什么团体的组成如此复杂 居然碰到星道团了 而且还被人家给擒了 如果对方一直用那种法律大网束缚着他 那陆叶还真没有反抗的能力 可对方见他实力不高 明显有些失了警惕 此刻的他已经有了 催动红服的能力了 但催动红服是有征兆的 对方一个月摇后期 陆叶没把握做到一级必杀 星道们的手段都很残酷 对方知情了自己 却没杀自己 为什么 而且这么一伙星道团跑到这地方来 还遇盖迷张帝布置了遮掩 若大一片星空的大阵 又是想干什么 陆叶心头很多疑问 但此刻他只想赶紧想办法逃离这里 感谢观看